沒有關係 多學一點是好處 其實學網絡設計 你能夠學會硬體裝修是假的 其實學電腦方面 最好第一門課照理講應該是學硬體裝修 你自己能夠組裝成一條電腦 組裝好以後 你把這個能夠安裝起來 讓它可以work 那這個呢就是一根本事 將來呢 我們會盪掉敗敗 對我自己回來有能力辦法去處理 讓它能夠正常的運作 讓它能夠正常運作 其實我們是期待這樣的賀偉 但是賀偉當然你必定是去學這個 那現在網路呢 就是硬體裝修的課好像越來越少 因為為什麼 因為硬體裝修這個呢 耗材太多 耗費的那個機器呢 損傷率很快 所以外面呢比較少看 那檢定呢也越越少 沒有人要學 因為房間呢 現在大概太多很多會 所以就變成了新學者 就找到地方去學 所以各位呢 可以真正要去學 對電腦有幫助的硬體裝修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裡面呢 可以學到一些很多的技巧 怎麼樣去裝 怎麼樣把它裝起來 好 網路卡 那當然去需要是 了解什麼是網路卡 好 那這種呢 外接式的叫網路卡 那就是內接呢 就是在我們的Matherboard 就是我們的主機板上面 裡面呢 插一根呢 是網路的晶片 那叫網路卡 網路的晶片 現在我們的是 這種呢 就是網路卡 顯示卡 音效卡 三個呢 以前呢 都是要外接的 外接插一個人的音效卡 插一個人的網路卡 然後插一個人的顯示卡 這三個卡 都是各自獨立 但是呢 這種呢 找其他人去運作呢 因為呢 都要花生分 生分很高 後來草莊就覺得呢 為什麼 就是說 你要將這些東西呢 你單獨要賣了 那為什麼呢 不把它全部放在 這個主機板上面呢 可以接成成本 所以呢 這個大家都聽得進去了 那廠商也聽進去了 他就去 你這個廠商 你直接將你的那個晶片 就放到我的這個主機板上面 那個呢 後面呢 直接從主機板接出去就可以 那這種呢 叫三合一的主機板 從此 它因為是量產 所以呢 價格最便宜 所以現在我們一般的平行 不是講特殊的 通通都是三合一的主機板 主機板上面 接顯示卡 音效卡 跟網路 那這種呢 算是最便宜 那 反而呢 是一些高檔的玩家 他覺得呢 顯示卡不夠 他要外接的 可以 在外面 在主機板上 接一個 接一個呢 出去外接式的 那這種呢 叫外接式 那他就 接一個顯示卡 第二個呢 網路卡 他覺得用 他覺得不好 或者說 音效卡 他覺得原始 他在主機板上的 音效卡不好 他自己要解 通通都要解 所以 然後呢 這種成本就知道 他 反而呢 三合一的裡面 三個都有 最便宜 那如果說 三個都拿掉 這個東西 反而更貴 比一般的三個局 還要貴 所以 現在呢 就是 就是說 優勢 就是 賣方 你決定幾樣 他就提供數量 當然價格 就不太一樣 好 當然呢 我們這個呢 裡面 網路線 我們現在 每一台機器呢 都會拿一台網路 我們這邊 這邊呢 是不講無線網路 我們都講有線 但無線網路也有功能 好 這個呢 裡面呢 你看這叫雙腳線 因為我們的網路線 裡面有兩條 它裡面呢 都是腳踩的 就宣傳起來 那宣傳起來呢 那宣傳起來呢 它裡面呢 這個功能呢 這樣呢 就有區分為 一種的叫STP 一種的叫做UTP 這種呢 這種呢 就叫未包袱 它就是像一種線一樣 它這邊呢 外面呢 比它呢 多了一種包袱 這裡面多了一種包袱 你看看 這個呢 裡面線沒有包袱 這個線呢 沒有太包袱 它的效果更好 所以呢 裡面呢 就有區分等級 那等級呢 CAT1 我們一般的CAT5 講的是 第一種 CAT2 CAT3 CAT4 CA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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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呢 這一般最起碼 我們現在呢 最起碼要達到CAT5 就是說呢 傳輸數率呢 每秒鐘 100個人 Mb Mb 那當然要公圈呢 就更高了 1000人Mb 所以呢 現在呢 比較呢 高的等級 CAT6 或者是CAT5 1 可以拿 打到光纖的數量 所以 你又要選 光纖怎麼樣 那就是 我們公司 需要去拉線接線 用光的原理 光的似乎是兩千塊 早期呢 這個我們叫 重軸 重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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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 arthritis 早期的 各位呢 電視機後面接的 流線線 治療還是這 荷秀 Hamburg ... 當演都是 裡面 它就有些部分 荷秀 omic 牛 preaching 耳 用在裡面的傳輸數率 RG11、RG58這些有些能夠了解他們的視頻 幫忙的 這個用於頻寬的 基本上的Bestband是基頻 這種叫寬度 寬度 頻寬的寬度 所以到空間 我們現在做出的空間 空間是長得怎樣 一條細細的線裡面 其實裡面是塑膠外照 然後就是 開頂的核心是物理線圍 有無線網路 BAC就是國修Cablet的接口 RG58就是線網路網路上的接口 看一下 RG45 那些事物的接口是這樣 路線的接口是這樣 所以 這些東西就是 會常常在用 所以也要 很了解 是有幫助的 這些網路 我們去看一下這些 這些呢 對各位可能知道一點 這個叫Bus 你要線上 上面大家要設立很多戰牌 大家可以上去做過它 這個我們叫Ring 就是一個圓圈組的 叫Ring 這些呢 就稍微看一下 太多的東西就不加 好 這些呢 這些呢 講一些Servo扮演的角色 Servo器有Servo器叫DiskServo 那檔案呢 一個公司裡面所有檔案共享 那就是檔案FiveServo 那有呢 ApplicationServo 印表接共用 叫做PrinterServo 所以呢 這些呢 大家都在想用到 這個所有人呢 共用 所以呢 就去增加一台Servo器 那你把主要東西放在上面 大家就可以用 這個呢 就是Servo器 資料分享 印表接共享 檔案分長 硬碟共享 層次共享 這些呢 概念 能夠用 更好 好 這些呢 各位看一下 裡面呢 我們就 就要去講一些IP 找一下IP IP呢 至少要講一個 我們叫TCPIP TCPIP 這個呢 是早期呢 在一戰二戰時代呢 裡面呢 這個是 美國提出的呢 是APANET 裡面呢 去處理一些軍事樣的用途 比如電腦 是不同的人之間的靈節 我們在做靈節 因為呢 當時戰爭需要 所以呢 各種設備呢 需要做通訊 通訊和通訊之間 要互相 怎麼去認證它 哪一個人呢 分為層次 他有幾層 他有七層 所以要學這些呢 七層 整理就知道聽音要好好 因為太多的東西 ISO OSI裡面的七層 應用層 表現層 會談層 傳說層 網路層 是DataLink 這個時間 連起來的 好 這個呢 是講到 是 開設 就是 比較接近我們的主題 那裡面呢 有Windows Windows Windows 是早期的 這個伺服器的系統 伺服器 做一些系統 就伺服器了 早期呢 Windows是沒有的 Windows是PCR起家的 他沒有這個伺服器 後來 大概是 大概是 大概是在 19 蠻早 19 大概 90年大概就 好 這個 那時候呢 也有一個叫 Ned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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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人在市場上 各佔一幫 各佔一霸 但是呢 最後呢 是Nedware Nedware 打敗了Nedware Nedware 就消失了 Nedware 就消失了 還是 韓恩 紐耳機那的人在用 非常非常 因為第二公司 已經都消失掉 大概 那 Nedware 又是從 UNIX 是 登出來的一支 再來呢 早期呢 UNIX 只能是在 伺服器機器上可以用 它不具支援機器 大型電腦上 都用UNIX 後來呢 都會逐漸 用小型化 好 將系統 Nedware 再用 好 這些看看 好 我們對網路的設備 也要稍微了解一下 什麼叫做repeat 什麼叫repeat 真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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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逼的是什麼 我們網路的信號 都是說是像電一樣的 一傳 這邊一接 那邊呢 就可以傳到網路呢 是按照距離 會逐漸的衰竭 通常好像是150公尺 超過150公尺 超過150公尺 這樣 加一台 對著 去信號去增加 要不然呢 這邊呢 這邊呢 傳到這邊 這裡面呢 距離超過150公尺之內 通通都可以 但是呢 如果說 超過了這邊呢 200公尺 300公尺 我們傳過來 信號不衰減 接收不到 那沒辦法呢 人家會 就要加一台 叫repeat 信號真意氣 增強氣 這邊就叫repeat 第二個 介紹repeat 叫repeat 極限氣 我們每一間電腦教室 最短的 我們local的區域網路 就用漢文 那我們這邊呢 這家教室 我們就有一個漢文 那我們的漢文呢 就是西亞萬 西亞萬 這邊就去自己拿 那另外呢 就是說 網路上的密集 用管體用不同的區段 的segment來區分呢 就可以用呼籲 調節器 這兩套 聖輩呢 不在同格 level 那我就要靠 repeat 把它們接起來 基本就是要加一台 這兩個呢 是不同的領域 那民調要接總結 我加一台 總結 網路上 各人接到這邊 都拉一條線 接到這邊 這兩個呢 負責了 當裡面 做溝通條約 所以呢 就是做一個條約 就叫repeat repeat 交換器 switch 那當你有這個 差異上呢 也許有揚解 耗跟switch上面 那有一個呢 東西比較更好 就叫交換器 交換器 那交換器呢 以後呢 再延伸去解決 網路上 這些呢 是命名啊 網路上的解憶啊 這些呢 就要用laught 路由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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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解憶一些東西 那再往上呢 就叫做gain away gain away 所以這些東西呢 我們至少 在我們教室裡面 你至少要拜你一個人 至少到哈魯以上 哈魯是時間裡面要捨棄 到哈魯 好 這些東西呢 通常呢 在網路時間呢 你會聽內線呢 比較資深的工程師 大概都來採用 裡面的工程怎麼樣 要學的東西 就要這麼多 幫了laught 就要去學 網路工程的 信息人美 好 好 好 你看就是往另外一個領域走 從印記 編網路的信息人 要去考一些 國際認證 一張認到 大概五千塊錢 就考一次 考一次 考一次 五千塊錢 考不上就 五千塊錢 就打掉了 好 然後水平 好 這些你看 去考那些東西 其實 你怎麼樣去傳 怎麼樣去設計它 怎麼樣去處理它 這些東西 就只學了 這些東西 要學的東西 一大堆 這些就是網路工程師 要學的 這些東西 好 我們再繼續看一下 我們要去找一下IP 好 這個IP為甚麼 TTIP J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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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IP 一個通報 就是在網路上 封包的長度 封包的哪個形式 封包的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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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能夠看到 雅虎其摩 事實上是從我們這台 發出去的封包 英文叫Pakit 大家也介紹過 Pakit 這裡就沒有在介紹 Pakit 通報 好 來看一下 我們如何 來檢視一下 好 我們來 就是講IP 這些 各位就要去看 好 好,我們點一下這個 就在這裡 點一下 我們打三個字 旁邊 簡稱C兩丁 好,燒起來 我們也要打進去,要進去 好,開一點 好,這些都縮小了 好,這個就是進入到 系統管理模式 也就是說,我們的Virus 雖然是一個視窗 但是呢 它能夠用到一些 構成環境 那我們就去打一個 IP導致 然後就跳出來 就跳出來 就跳出來 告訴你,裡面呢 這一片的網路 是醫生的 那這個呢 IP的V6 第六 一、二、三、四、五、六 這邊呢 區分為這些 然後呢 IPV4呢 一、二、三、四 在這些呢 是怎麼報警 就像呢 我們這些呢 這些呢 是給大家 每一個人可以介紹 我們身分的 你的身分的報警 讓我們用的 性命來取代 對每人的 性命 或者是說 另外有一個 這個 同樣的 叫HOST 那邊呢 是127.0 這個樣位置 裡面呢 有一個叫IPV6 還有呢 這個是 指網路遮罩 第三個呢 預設長盪器 裡面呢 有三個數字 那這個三個數字呢 可能都會對我們 一些些相關 法徵呢 就是IP卡庫 裡面呢 去檢查 你這個呢 這台機器 你用的 這個網路卡的 這些呢 網路的資訊 是 它通通都把你抓出來 但是呢 那這些呢 IP Configure 你熟不熟 不熟 不熟 先坐一下 先坐到這邊 去看一下 然後這個呢 IP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我們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你看一下你自己的 好 那剛剛做的東西 你給大家介紹一下